运球就看Uncle True 战术就学Coach Lou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鲁鱼双猫胎兄弟Fish Lo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掌球 相信很多没有经历过乔丹时代的球迷朋友 当我们第一次看乔丹比赛录像时 多多少少会产生一种奇怪的错觉 那就是 感觉乔丹的统治力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夸张 确实是这样 乔丹的比赛风格 很多时候与他的比赛形象 和留在历史里的样子是不相似的 但这对于乔丹的统治力 丝毫没有任何影响 回顾乔丹那些所向披靡的无敌岁月 他的对手们安排了无数个 不下于乔丹法则的针对策略 可都被乔丹以一己之力 轻描淡写的一一击碎 很多对手包括主教练在内 都对乔丹报以极高的评价 而这其中 他们很多次提到了一个字 就是狠 我们讨论了不知道多少次 有关乔丹和柯比的对比 可以说 柯比是NBA历史上 技术层面最接近乔丹的人 但感觉总是差了那么点意思 但排除掉低肘步投篮技术动作 以及手掌大小 和身体天赋的先天优势 乔丹的赛场表现 多了一样东西 那就是狠 柯比的狠 更多会让对手无可奈何 你总是差点就能阻止柯比 但就是阻止不了 而乔丹的狠 会令对手感到深深的绝望 1993年总决赛对太阳第四场 我个人觉得 是乔丹职业生涯 实际最狠的一场比赛 那么这部影片 卢与就通过这场比赛 告诉大家 乔丹是如何的狠 又是如何一人平步天下的 在认识到乔丹有多狠之前 我们还是需要先了解 那年巴克利领衔的太阳有多猛 那年 太阳的王牌后卫凯文·约翰逊 在例行赛一共缺席了30多场比赛 可最后 他们还是在巴克利的带领下 完成了62胜 拿下联盟第一的例行赛战绩 就连场军32.6分的乔丹带领的公牛 也只取得了57胜的战绩 更可怕的是 到了季后赛 太阳所展现出来的血气 更是令人钦佩 首轮对胡人 他们连丢掉两个主场0比2落后 但在这之后 连胜三局完成翻盘 次轮对罗宾逊的马刺 他们无法阻止海军上将的伟大表现 可巴克利还是带领太阳4比2晋级 尤其是第六场决胜时刻 巴克利面对高他近20公分的罗宾逊一击绝杀 西部决赛雨超音速 双锋打到天昏地暗 在抢击大战 巴克打出44分24篮板的神话表现 带队取胜杀进总决赛 所以那年公牛要赢下的 就是如太阳一般炙热耀眼的球队 更可怕的是 太阳这支球队 逢主场 他们的进攻就会熊熊燃烧 而作为例行赛战绩第一的球队 在总决赛上 他们有主场优势 这对于公牛来说 显然是一块非常难啃的硬骨头 可意外的是 前两场凤凰城的主场 全部被公牛破了 乔丹两场比赛 以50%的命中率 分别砍下31分42分 但第三场0比2落后的太阳 顽强的匪夷所思 完全竞相比赛 打进太阳的节奏里 双方熬战三个加时 太阳顽强取胜 而且太阳更惊人的一个细节是 把过去两场 防守乔丹的马尔利拿走 而是用185公分的凯文约翰逊 来防乔丹 约翰逊的防守也确实见了笑 到了第四场 太阳继续沿用这套防守队位 但到了第四场 乔丹从一开始就杀神附体 谁也阻挡不了 就像这个回合 约翰逊同样还是限制乔丹走位 但是乔丹面对约翰逊 没有一丝丝多余的动作 无球走位提前落位到低位的哪去 接球后一个榨球后仰跳投 直接把球甩进了篮筐 根本不给凯文约翰逊 逼住他步伐的机会 这个回合也是同样的道理 面对比自己矮十多公分的约翰逊 乔丹持球 直接在三分线外 等队友拉开空间 然后被打 撵着约翰逊 进到中距离区域 随后又是一记 迎着防守的后仰跳投 乔丹明白着 就是利用自己的身高和后仰 欺负约翰逊的身高 到这里 看到乔丹如此火热的投篮手感 太阳紧急换了一个策略 他们不敢再挑战 乔丹的投篮技能包 于是 太阳又让198公分的马尔利 去限制乔丹 这个回合 面对马尔利的防守 乔丹先是拉出来用了一记投篮 逼马尔利更上前防守自己 而在接下来的回合 乔丹直接连续用了四个突破 空手换手2加1 反击制空上篮 突破单手劈扣 空中滑行左手上篮 这几次上篮 完全是狠狠地把马尔利的防守 甩在了身后 其中 我们注意到这几个突破回合 乔丹完全没有多余的运球动作 基本上是低身位试探步 然后一个加速 就把马尔利甩在了身后 冲到了禁区 即使太阳在禁区 铺满了协防资源 但还是没用 不得已 太阳再次让约翰逊对位乔丹 于是 比赛开场的画面再次张掩 乔丹又开始了他的跳投表演 面对不同的防守人 乔丹在随心所欲地 选用不同的武器 轮流西服约翰逊和马尔利两个人 到最后 逼得太阳没有办法 只好用李杜玛斯来对付乔丹 可乔丹还是轻松得分 就像这个回合 乔丹三分线外持球面对杜玛斯 一个加速 配合in and out的运球 就完全把杜玛斯的防守重心晃没了 随后 来到罚球线位置 直接起飞 迎着双人包夹打成2加1 再有这个回合 同样还是面对杜玛斯的防守 乔丹还是没有什么多余动作 直接第一位升位加速 过掉防守 来到篮下 顶着防守 制空挑篮 又是一个2加1 这里乔丹的最后一攻 在上线摆脱了太阳双人防守 随后直接突破篮下 这时 在内线的巴克利横移挡在乔丹的身前跃起 身双臂阻挡 只见乔丹直接起飞 在空中正面和巴克利硬杠 制空滑翔 将球从腰间拖起 一个全场比赛都没怎么休息 到最后还能在空中由刚倒柔 以柔和的手感将球放进篮筐 随着巴克利倒地和哨声的响起 乔丹高举双手庆祝 用无懈可击的超神表现 彻底击溃了太阳 对于防守来说 太阳已经拿出了所有的防守招式来对付乔丹 但无奈的是 你就是防不住乔丹 乔丹就是可以以极其血液的方式 一步步击溃你的心理防线 就像太阳当时的主教练 韦斯特法尔说道 没人能防住乔丹 就连乔丹自己都不行 而乔丹的狠就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这里 科比的狠就像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宝剑 直插心腹 但乔丹的狠中加入了一些一折的狡猾 就像在冬绝 面对游鹰领衔的尼克 乔丹两场比赛冲尼克内线造成了31季罚球 并且连冲4场连赢4场 也连续4场搞绷了尼克的心理防线 乔丹不会头头发热 用过击的进攻手段冲击防守 他那些无敌的篮球技艺 都是在极为合理的情况下去使用的 比如打矮时公分的约翰逊 乔丹就是用跳投 打笨重的马尔利 乔丹就是用突破结束战斗 你明知道用矮小和高大的球员去防守乔丹 有哪些隐患存在 而乔丹就是抓住了这些隐患 一步步正面击垮你的内心 所谓你给我创造哪些得分空间 我就用哪些武林绝学去打爆你 反正没有一项是乔丹不会的 要跳投 要无求走位 要突破 乔丹没有一样是拿不出手的 以乔丹的纯实力 他也可以顶着三四个人悍然干拔 但这就是乔丹比科比厉害的地方 他在处理进攻时太冷静了 而在这份冷静中 还透露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那就是乔丹的狠 而正是这份冷静中的狠 才让乔丹以求福人 打负了天下所有人 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卢鱼的分析 请点点订阅 欢迎来评论区 与卢鱼一起掌球 请点订阅